這是藏文 上面寫的六字真言 我念得不太標準 他們很奇怪把他掛在 瘋瘋的地方讓風吹 每吹過一遍呢 他們都覺得是念過一次驚人 所以我們看到這座草上面 幫忙已經有六字真言 那上面就是他們的一個解針室 等會上去 那有白塔 所以他的作用呢 我也不太清楚 問一下 那我剛才什麼都走過來的 那這邊呢 有很多 特別的東西 好比說 他說的水呢 是從那邊過來的 各位給你看一下好像走過去 今天好累 飛到好多東西 飛到好多東西 他可以看到水都從樹裡面 這樣翻過來 那樹都什麼 可以嗎 那這邊叫水磨 水磨磨磨 他藉由水力要去磨磨 那我們磨磨青棵啊 磨什麼之類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到說是精 當然這游客在這邊太髒 那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一個是會 水 怎麼這在溝的靈魂就是水 可以到哪里都是開水 比較特別的是它 近代水面的這個 那樣的東西 大家可以看一下 補色補色 我們慢慢把它鋪印進去看 大家可以看到 水下面的都有個輪子 它輪子就會轉動一些東西 不論是轉動肩輪 還是轉動它模模式的地方 那水就水這樣灌下來 然後全部就會開始轉 它可以看 它可以看得更清楚 然後水這樣進來 然後它就可以這樣 它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是在動一個方式 然後再綁緊一點 那這個方式 嗯 那有味道 這開起來很好看 在這個旁邊這顆老鼠 嗯 真的不錯 那看一下房子裡面的樣子 那好像看起來好像是廚房吧 可是門鎖起來不能進去 還可以在那裡 你 哈 你 你在櫻上 你在櫻上 你 感谢观看